画面上是921国家防灾日地震避难演练的现场 基隆市长谢国良来到五轮国中 特别跟同学们一起进行防灾演练 对我今天陪同学们亲自操作这个演练 那这个我觉得同学做的比大人都好 我看他们每一位在调试这个时候趴下 掩护自己 我觉得都非常的动作扎实 而这个确认 所以我想这个同学们真的做的 让我反而觉得很安心 那但是因为大家过去孩子们 没有那个1999年9月21号的生活经验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大家台湾是可能发生重大地震的 那发生的时候希望大家的防灾演练 能够保护自己跟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很重要 地震发生时 首先呢要保护自己身体跟哪个部位呢 头部最重要 头部最重要 把我的工作做走 谢谢 头部保护完之后还有呢 颈部没错来来来 颈部还要保护身体喔 OK 灾后发生这个地震时 必须要冷静应变 有三不原则 第一个不原则呢 是什么呢 知道吗 至少是不要推 不能推来推去喔 推来推去就很糟糕了 会跌倒 这次的国家防灾日演练 包括教育处长刘美兰 消防局长向永才 海大的副校长等贵宾 都共同来参与这一次的演练 而看到五轮国中方面 全体师生都非常认真的 执行各项灾情状况应变 各单位都给予五轮师生高度肯定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